好了,我們來到探社公爸爸 這個表是他今天右邊的小便的小便數 要記錄給姑娘 七百四百五、四百六百 六百七百六百六百六百四百五、五百三百 今早到現在為止 已經有這麼多小便數的尿 今天是他第七日入院移植的過程 已經是第六日的重化療 今天中五十二點已經打了最後一包化療 今天是一個很密集,一個中要量一次血壓 當中夹集著抽血 還有剛才的表記錄著 去小便很重要 今天是一個很重要,要檢查身體的一天 其實都是很心痛 他打了六日的重劑量化療在他身體 不過呢,都跟土告群組的朋友一起去宣告 那些副作用神會幫他拿走 還有宣告他這一包化療藥是他一生人入面 最後一包,以後不用再做化療 奉主名宣告,阿門 今天社工爸爸的狀態也不太好 也挺差 因為今天那個藥是很厲害 六天都厲害 今天更厲害 所以醫護人員一個小時 就要跟他做一次檢測 就是可能抽血壓 抽血壓 抽血壓 檢測他的尿 檢測得夠不夠 排走那些化療藥等等 所以 除了藥本身是強之外 那變了他一個小時 譬如睡著 一個小時就要醒一次 他心情都不是太好 但都可以的 當然不是很低落那些 不過心情沒有平時那麼好 剛才見到醫生 剛好見到醫生巡房 我就問醫生 夜一點 可不可以間疏一點 他說可以的 但這段時間很重要 因為中午十二點 下了快療藥 醫生說可能臨睡之前 就跟護士交代了 就可以睡了覺之後 就可以疏一點 可能兩個小時 或者四個小時 才量一次血壓 或者檢測一次相關的事情 可以 那就變了可以休息多一點 讓身體回復到好一點 那我好感恩 剛才跟醫生溝通 來後日應該都順利可以打灌細胞 那我真的很感恩 他說正常是輸二 二的鋼細胞 這個數字 但是社工爸爸兩個月之前 抽了鋼細胞 是抽了十二 十二 那是六倍 所以數量很足夠 他說很好 很理想 那他會輸六 就是輸二的一般 他說他有這麼多就會輸六 那我說輸六又怎樣 那醫生就說輸六呢 他就可以再快點出院了 就是會回復得更加好 那我聽到 我覺得很感恩 很開心 覺得真是 很感恩 真是 沒話說很感恩